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是全台灣人的盛世 各地包含什麼台北信義、中山區、台中、台南、新北、高雄 好多地方都在轉播台日的棒球大戰 最後4比0完封日本隊奪得冠軍 全部的獎金累積有3億多台幣 這不僅讓日本明星棒球隊員以及日本民眾看傻眼以外 連一向都不看好台灣棒球隊的韓國各媒體也紛紛感到不可思議 破防覺得怎麼可能啊,咱們韓國都打不贏 你們怎麼可能,憑什麼 台灣這次確實創下很多歷史記錄 包含史上第一次玩封日本隊 第一次達成一級世界賽的冠軍 第一次讓日本球員沒有踏上三壘 第一次國際賽事雙位數全壘打 第一個12強拿到5勝的球員 第一個一級賽事的MVP 而我們可以看到在頒獎的時候 所謂的中華台北隊在拿下冠軍獎盃 他們一群人大喊聽台灣這個時候 讓全世界知道我們是台灣 不是中共常常拿去義營的Chinese Taipei 因為那個Chinese代表是中國 這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看到運動員也大喊聽台灣的時候 身為一個台灣人真的是熱淚盈眶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昨天全台灣各地 甚至跑去東京巨蛋 支持他們那些台灣觀眾的一些反應吧 哇! 過鮮網全球把誰搭載 殺唔ufen 殺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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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日本融化 謝謝方圖 要上課的 進台灣!進台灣!進台灣! 進台灣!進台灣! 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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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隊拿第一名聯繫 非常歡呼一下好不好? 好! 進台灣!進台灣!進台灣! 影片的最後一段是前總統蔡英文去加拿大 為我們台灣繼續爭光 為我們台灣在國際上繼續在政治上 取得一些更有實質進展的成果 然後我們的體育也是為台灣在爭光 我這兩天也重感冒 其實大家如果仔細聽我的筆音應該也蠻重的 昨天我也是吃了兩顆普拉騰加強錠才得以拍片 也有體力看棒球轉播 不然我早就跟朋友出去酒吧還是去這些廣場去看了是吧 令我最感動的是現場台人民眾之間的友善程度 據不完成統計啊 有將近一萬多的台灣人跑去東京巨蛋 甚至是周邊幫忙應援 幫忙我們台灣隊加油打氣 現場甚至還響起了連續七分多鐘的應援聲 讓日本民眾感受到台灣人對棒球的熱誠非常高 現場還有發放台日翻譯的台灣應援歌詞 讓日本觀眾看到也是覺得 哇好不可思議喔 自發性的耶 而且在台灣奪冠之後 我們甚至沒有聽到什麼 台灣永遠是你爸爸 台灣永遠是日本人的爸爸 台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也沒有聽到日本人嗆說什麼 台灣人憑什麼啊 台灣人怎麼樣啊 台灣人只是我們的前殖民地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這種貶低詞 當然也是有啦 因為我在D卡上看到有帶風向的 正好在說這件事情 但是實際上 點進去日本的網站看 大部分的人沒有在謾罵 而也不排除像有一些入籍日本的中國人 還有那些小粉紅在日本留學的 去反串當日本人是吧 因為看過我頻道的觀眾都知道 這些小粉紅常常在假冒 我是台灣人 我是韓國人 我是日本人 然後大鬧最後被發現 原來你是中國留學生之類的 是吧 而還有一件事情吧 真的讓世界看到我們台灣的素質 讓日本人看到我們台灣的素質 日本方在後台啊 擺了一堆香檳 希望這個冠軍可以來這邊慶祝 對吧 然後呢 根據最後的消息是 我們台灣隊伍啊 選擇婉聚在東京巨蛋的休息室慶祝 賽後啊 表示 因為這是日本的場地 我們慶祝的話呢 把這個喜悅帶回去台灣慶祝 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擾 人家失敗可能已經很難過了 人家輸了已經很難過了 我們還在人家的主場慶祝 有點這個宣兵奪主 即便我們是冠軍 你看這個素質 連我都覺得非常之高 是吧 我們再對比一下中國這近幾個月 包含上個禮拜在廈門 提足球的時候 大部分的粉紅觀眾 那群沒素質的樣子 如果有看我影片的應該也看過了 像是用雷射筆照射日本球員的眼睛啊 臉部啊 在演奏到日本國歌的時候啊 全體中國觀眾啊 基本上多數啦 喧嘩痛罵日本人 對吧 在入場前甚至還包圍了穿支持日本隊的日本人 還說他是漢奸 結果人家根本就是日本人 你還說人家是漢奸 甚至半夜還派人去輪班 到日本球員的飯店進行喧嘩 進行干擾 影響到他們隔天的比賽 最後當然還是輸給日本 或許大家會說啊 這是因為中日的歷史緣故 所以小粉才會如此 平時大家都是很有素質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這是中國隊的球迷在上個月嗆印尼人的片段 還不是日本喔 你說印尼跟中國有什麼歷史仇恨嗎? 印尼軍隊有踏上南京嗎? 沒有 所以不要再找藉口 什麼中日歷史情節 是吧? 當然我這邊指的是小粉紅 是這些人 如果你是中共國國級的人 但你不是小粉紅的話 那你就不要對號入座 因為我也不是在講你 假如昨天是中共國與日本的決賽 當然不可能 我只是舉例 大家可以看見的是 假如中國打出了 小粉紅現場會崩潰 痛罵自家選手是漢奸賣國賊 今年的奧運 跟2020年的東京奧運 粉紅們已經展示過 如何痛批自家的選手 尤其是輸給日本隊 假如中國隊贏的日本隊 那小粉紅會瘋狂貶低日本 說中國永遠是你爸爸 終於替南京人血齒報仇了 想一下昨天東京巨蛋那個畫面 中國對現場贏的會怎麼樣 中國永遠是你爸爸一定會出現這樣 我跟你讀百分之萬 我們再來看一下日本跟印尼球迷的互動 你看喔 中國隊贏了印尼 所以中國說我是印尼的爸爸 日本兩次贏了中國 那日本是你的誰 然後日本跟孫子的互動 這麼的友好 那你是誰 你有看到了嗎 什麼叫做數字 所以你們再去對比一下 中國對日本以及印尼的態度 應該說在任何賽事中 唯一會讓小粉紅閉嘴的 是誰 欸相信大家有答案了吧 沒錯 就是俄羅斯 如果是俄羅斯贏了中國 小粉紅會非常的開心 說中俄友誼長存 中國如果贏了俄羅斯呢 小粉紅也開心不太起來說 欸俄羅斯別氣餒啦 中俄友誼長存 下次你們肯定會 打敗咱們中國隊奪冠的 好 我們接著帶大家來經典 回顧一下中國的球迷說了什麼話 我們不怕死我 我們真的不怕死我 你欺負人的你可以欺人的吧 你怎麼說看到 台灣的球迷跟日本的球迷 講出這種話 而在昨天有不少的粉紅 已經開始在吃台灣的豆腐了 說中華台北是中共國的中國台北 中國隊玩瘋日本 國人真驕傲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搞笑的留言 世界棒球決賽 中國台灣贏的日本 得了第一 日本選手都傻了 不敢相信的表情 因為除了決賽 日本前面和其他國家基本上都贏了 只差最後一步 中國台北贏了世界第一 棒球贏了古巴 贏了美國 最後贏了日本 奪得世界冠軍這一路太艱難 台灣棒棒的 你接著繼續看 馬上就要開始中國台灣對日本的棒球比賽了 但是日方居然沒有播中國的國歌 不知道播放的是不是台灣省的省歌 日本降格了嗎? 一個國家居然對戰 省對 你可以跟我說一下湖南省湖北省的省歌是什麼嗎? 不要在那邊自我欺騙了啦 我跟你說退一萬步來講 Chinese Taipei 就不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China的意思嘛 不然你也叫Chinese Beijing 那為什麼香港就叫Hong Kong 不叫Chinese Hong Kong 對吧?為什麼? 所以就不一樣嘛 不用在那邊意淫嘛 明明就是你自己先偷久China的詞 不然你把自己改名成Chinese就好啦 如果你把自己改成Chinese 我們又叫Chinese Taipei 那這樣我覺得你會比較有例想說 你看我們叫Chinese他們是Chinese Taipei 所以Chinese Taipei是我們的分支 你也可以這樣講 是吧? 而且我問一下 在你們的印象裡面 台灣是一個省對 為什麼不叫Chinese Taiwan 為什麼不叫China Taiwan 要叫Chinese Taipei呢? 來你小粉我回答一下 台北是哪一個省?台北省 你也講不出來嘛 是吧? 而且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與省同級 那為什麼香港播的是義勇軍進行曲 而台灣並不是播義勇軍進行曲 回答啊 你回答不出來啊 因為台灣不是你的啊 如果台灣是你的 我早就被抓走 我早就這個判國罪了 是吧?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抖音上 也有這個 為什麼台灣棒球這麼強 台灣棒球在世界是什麼水平 這也是 棒球中華隊的隊員有28人 其中13名是原住民 阿美族最多9人 排灣族3人 泰亞族1人 原住民棒球打得特別好 說這支是台灣隊真的沒毛病 其中還有一個是有混到太多的血統 來 世界棒球12強 中國台北決賽幾百強大的日本隊奪冠 終結了日本隊的27連勝 這再次證明了中國人絕對可以打好棒球 你看都已經一贏到這個程度了 你看網易這邊也發新聞了 中國台北憑藉著出色的發揮4比0 打敗了日本奪得冠軍 你知道東奧跟亞運會的時候 連你們大會上也都是講Chinese Taipei 中文翻譯成中華台北 當你們的央視轉播的時候 把它配成了中國台北 我就問為什麼 你不敢直接在你們的會場 亞運會 或是這個北京東奧的時候 直接喊中國台北 為什麼 因為連你們中國都不敢違反奧運的規則 你也知道中國台北跟中華台北是有區別的 不然你央視為什麼不說中華台北 自己就不打之招了嘛 所以記得啊以上有講這些話的粉紅 記得要露臉 一定要露臉拍片 呼籲習近平要匯款國家獎金 給你說的中國台北隊的隊員 而且啊 幫中國人爭取面子打敗日本呢 不然你們這一定都是把習主席 推上瘋狂浪奸成為台獨分子 憑什麼你們自身的同胞 台灣的省人不給獎金呢 來看一下中共國會給多少獎金 我找了一下找不到棒球的規格 足球的肯定也是找不到 我們來找一下奧運的標準 來我們可以看到奧運的標準是 最高個人20萬人民幣 換算就是88萬台幣左右 加上地方的獎金 可能每個地方不同 也有10到20萬不等 那給大家都算最高好了 20加20 40萬人民幣 等於176萬台幣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WTT的標準好了 中共國會給冠軍單打一人10萬美金 換算就是320萬左右的台幣 哇靠 我看一下台灣奧運金牌是2000萬 銀牌是700萬 銅牌是500萬 而且這都不算其他的這些企業還是其他的東西 單算一個機關給啦 所以這麼看來你們還是別給好了 你們拿去充你們的醫保跟養老 還有這個公寄金住房好了 好嗎 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一個人均一萬三的 然後說三萬四是你的 然後你要去救人均三萬四的 結果呢 真的我們奪冠的時候 你原本要給的福利你又不給 你到底在幹嘛 你們到底整個中國共產黨都在分裂什麼 還有一個粉紅說什麼 畫了一個哥布林 然後棒球上面貼一個台灣有沒有 恭喜中國台北隊贏得了第一名 不得不說韓國日本台灣省 都是玩棒子的一把 哦 中國台北是中國的 台灣省也是中國的 然後你要再貶低台灣 我問一下 中國台北是一個省 台灣也是一個省 那中國台北省跟台灣省又是什麼關係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砰碎 我是八小小見的 掰